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只在别人的动态中营业 王一博在合照生图中太优越 第五季,这就是街舞节目,已经完美收官了 这一季节目整体播出之后的效果也非常好 尤其是最后的几期节目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包括两期户外的互动 让大家觉得舞者们通过一期节目的相处下来变得更加的默契 而且彼此的亲密度也越来越高 这次节目中王一博的表现依旧是最出彩的 他也确实为节目贡献了很多的热度 在节目收官之夜 王一博几乎承包了热度榜 最后王一博也真挚地在节目中和大家告别 王一博是一个不经常营业的艺人 他个人的社交平台几乎全都是工作相关的 包括一些代言合作的官宣和品牌方的宣传 尤其是这两年以来 王一博的行程安排越来越忙 他的社交平台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作的账号 这一次节目播出之后 大家发现王一博似乎出现在了很多舞者的社交平台中 在节目收官之际 有很多舞者都与王一博合照 而且大家也都晒出合照 王一博的粉丝可以说是四处寻找与王一博相关的合照 在大部分的合照中几乎都是无美颜 无滤镜的状态 看得出王一博的生徒也非常优越 这一档节目的收官之战 也算是让很多粉丝朋友们圆梦了 因为上半年的时间王一博一直都在忙着拍电影 大家几乎很少能够看到他最新的状态 尤其是很多电影的拍摄都是在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 为了配合拍摄 王一博也都很认真的对待 所以在这一档节目播出的过程中 大家能够定时地看到王一博的精彩表现 对于粉丝来说是一件很满足的事情 通过这一次舞者们和王一博的合照 也能够看出参加了三季节目的王一博 在节目中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而且在合照中他的状态明显会更加开心 更加自然一些 这是在很多其他场合都很难见到的状态 王一博也曾强调过他其实是一个慢热的人 但慢热的人在相处之后会更加地真诚 因为他是真的有深思熟虑地去认真的了解过 对方才决定能否与对方坦诚相待 其实看到王一博不经常营业 一定也会有很多网友质疑 王一博是不是不重粉 对于这件事粉丝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之前王一博也曾有一段很忙碌的时间 但当时他为了能够攒下更多的物料 在一次活动之后 他同一套造型连续拍摄了多个视频 就是为了能够在之后忙碌的时间 给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视频 所以不营业并不代表没有新意 也不营业也并不代表不在意 只是每个艺人都会有自己和粉丝的相处模式 王一博的粉丝是能理解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的 王一博大部分的粉丝都希望他的事业能够发展得更好 所以粉丝们自然会尊重他的一切安排和计划 而王一博这两年的发展也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定很扎实 期待接下来他更多的作品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